大家好我是胖姐 前几天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个 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和抖音之间的关系 然后大家觉得挺有兴趣的啊 今天呢我主要再给大家讲视频 围绕着视频和视频的收益给大家讲 大家其实上传视频的作者呢都知道 西瓜视频呢它有一个可以同步到抖音的功能 那个有的人都问我说 我到底是把我这个视频同步到抖音好不好呀 我怎么同步到抖音呢 以胖姐个人的见解来说 可有可无啊 我确实以前也同步过一阵 因为什么呀 咱们先要了解一下它的规则 抖音呢它是短视频 抖音是以短视频为主 抖音的用户呢都爱刷短视频 哎一看一乐盒刺走了 一看一乐盒刺走了 但是呢我们西瓜视频的那个视频呢 一般都是三到五分钟吧 但是它相比去抖音来呢 它的视频就要长一点了 另外呢 你们看这个西瓜视频的收益 和这个抖音的收益这一块 它还不一样 如果你在西瓜视频发布数屏的视频 这个是没有收益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多人都说我要切换呢 我怎么把它改变呢 我怎么横屏改竖屏啊 要我来说你就别改了 录错了你就重录 是不是啊 我录了一段不好 完了我那个重录 我就直接拿这个横屏的录就得了 抖音呢你可以发横屏 也可以发竖屏 我都不给你收益 你可以就是但是呢 抖音的机制是什么呀 你如果发竖屏的视频 它优先的给你推荐 这是人家的要求啊 你在人家的平台发视频 人家平台有自己的要求啊 你得守人家的规矩啊 你说是不是啊 人家要求发竖屏呢 你给人同步过去一个横屏去 难怪人家不给你推荐呢 人家抖音要求就是短视频 就是短欢快啊 15秒30秒 大家一乐呵就花走 人家就要求就是这样的 反正你也是同步过去吧 也不累 你就点这么一下 它就给你同步过去了啊 它给你多点展示量 但是对于咱们自己来说 有啥用啊 我还真是觉得犹如鸡肋啊 还有就是好多朋友也说了 其实我也知道这件 咱们抖音呢 它是跟自己的电话本 就是我们手机里的这个号码 想联系的啊 我们一刷抖音的时候 它不断的给我推送啊 你的通讯录里头 谁谁谁也有抖音 就是抖音里头熟人比较多 有的时候我们在西瓜视频 刚开始做的时候 还不太好意思 让熟人看见呢啊 就有的时候还真是面子上 还有点脸皮 还有点薄 还不太愿意让熟人看见 你想啊 你给它同步过去 它又不给你钱 你同步到那儿让熟 整不好 还得让熟人笑话 给它同步那个干啥呀 对吧 但是呢 我也拍抖音啊 这就是纯乐呵 抖音呢 人家就是 有的人人家专门玩抖音啊 人家抖音 人家可以有自己的实体件 人家有自己的货物 人家可以卖货 人家可以就是说直播卖货 这些呢都可以 但是像胖姐来说 还真没有研究过这一块 有的人问我说我想从这个今日头条里头上传视频 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呢 它毕竟不是一个专门的视频平台啊 西瓜视频就是给你让你做视频呢 你就多下载一个APP的事 你为什么不从西瓜视频上上传 西瓜视频上传视频呢 我给大家说它有一点好处 第一它可以定时 你像比如有的时候我比较忙的时候 我可能礼拜天就录了好几段视频 我就把它录好剪辑好 我就给它定时 定到礼拜一再发或者礼拜二再发 这样的话我这礼拜一礼拜二我就特别轻松了 我就回复回复大家的评论 尤其是像胖姐这样讲课的视频啊 有的时候哎呀就感觉有好多问题没有给大家讲清楚 我就所以我就录好多 然后给它定时发就行了 我告诉他怎么我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吧 这是西瓜视频的这个客户端啊 我们发视频的时候点这儿 我都已经弄好了啊 我就点上传 选的这个随便选一个吧 然后点下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边啊 第一我可以设置定时 我可以明天是星期三 我可以让它星期三 星期三几点的 比如说中午12点发布 然后我就点个确定就行了 然后视频同步至抖音 我把它选中点亮它 哎我这个时候发布呢 这一个视频又定了十啊 也可以同步到抖音了就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在这个西瓜视频的客户端来发视频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大家就清楚了 点开我的 这有一个数据中心 我们点开它 注意看上边 近七天 拍视频不是可以定时吗 既然可以定时呢 它就有它的优势 我们呢哪一个时间段发视频比较好呀 其实呢有很多人分享过这个拍视频的发时间段啊 他们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翻到过 第一个时间段呢 他们说是凌晨六点七点那个时候 六七点的那个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呢 早晨起来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睡醒觉第一件事拿起手机 第一我们要看一下时间 第二呢如果不着急起床的话 我们就刷刷手机啊 就是浏览一下新闻 看一下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视频 还有就是如果上班的话呢 很多那种在大城市工作的人 在公交车上坐车的时候 早晨起来六七点 赶着上班的这个点 大家都拿着手机刷 所以这是一个发布视频的最佳时间段 早晨六七点钟啊 另外还有一个时间段呢 就是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 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吧 选的一个时间段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不管是上班 还是在家休息的吧 大家现在都有这个毛病 吃饭的时候 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 看剧 看视频 看小说 看自己喜欢的人 还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晚上的时候了 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都可以 这个时间段呢也可以发布 一样的啊 吃晚饭回家的公交车上 另外还有一个时间段 就是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 我发现我晚上 我就比较适合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发现我的视频有很多人给我留言 浏览 可能大家到了晚上吃完饭收拾完了 哎就应该也没啥事了啊 就坐下来可能就就爱看一看 哎呀胖姐今天给我们讲了点啥呀 去她那儿学点知识去通过我这个讲课呢 自己在琢磨琢磨是吧 然后结合自己的这个拍视频的这个灵感呢 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我的视频啊 也可能是我自己也就是适合 也就在这个时间段有空发吧 因为你看我 因为一般的我五点来钟下班到家 吃点饭就开始给大家 剪视频录视频 然后整理好了发上去也就是八点来钟了 不过我最近这段时间呢 有点发的随心所欲啊 我就是录好了剪辑好了就可以发了 但是这个发视频的这个时间点有有道理吗 我感觉也是有道理的 大家呢 如果积攒了一定的粉丝量 并且呢 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点来发视频的话 也便于你的粉丝每个时间点来找你来 你可以在你的个人简介里写一下 我每天几点到我每天几点会发一条视频 或者我每天的几点和几点会发两条视频 这样的你的铁粉呢 他会在第一时间来看你的视频 所以呢长远的来说啊 大家还是选择一个 固定的发送视频的一个点 也是对我们的粉丝负责吧 今天的我的今天我的视频就讲到这儿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